Hi 各位Boss Mike 的读者 大家好 3 月就已经开局了 到底3 月恒指的走势会是怎样呢? Ringo 就和你谈谈Key Level 马上 去片 Hello 大家好 今个星期我想和大家继续讨论恒生指数 整个3 月会怎样去看阻力与支持位 以及整体月份的布局是怎样想的 马上开始了 恒生指数在今天收市大约是16400点左右 其实经历了昨天一个单日大跌的洗礼之后 真是猜不到今天竟然又可以单日完全收服失地 所以恒生指数是不是人玩呢? 真是挺难玩的 讲笑地说 在我自己1月份搞了个弟子最强争霸战里面 其实头三名都没有玩过恒生指数 所以会不会因为恒生指数太难炒 而令到各位的投资成绩未如理想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答案一早就已经在我们所有的学生里面 一早就印证了 但始终我们有大量的读者 都比较习惯 看恒生指数 我们始终都要继续去研究恒生指数 好吗? 我们第一件事 就要看看每个月恒生指数的積月分水嶺 分水嶺的作用很简单 就像我们以前所说的 分水嶺以上就会提升 分水嶺以下就会主力看跌 目前为止 在今个月3月份的大会分水嶺 就是16,700 点 所以中间这条线 就是16,700 点 这个 换言之 以目前来说 股价是处于大会分水嶺以下 在每一天的走势 或者每一个星期 或者是持货多几天的想法上 暂时是以跌为先 如果单纯用分水嶺的角度 当然 配合其他东西 可能我们会有不同的想法 但anyway 在分水嶺的角度 我们暂时是看淡一点 亦都 反过来说 就算你说不看淡 不做沽空也好 在升的力度上 似乎未是那么快 可以给我们一个很有信心的做法 所以 给大家的参考 16,700 是3月份的短暂分水嶺先 另外 就是看看Key Level Key Level 在今个月有点比较不明显 上方也比较近 下方也比较近 我们筛选了几个可以给大家 缩小幅图去炒 这个缩小幅图 就是把幅图转去一小时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在日线图上 画得比较精确一点 第一个 看跌的Key Level 因为我们现在估价在下面 那我们就先看看 下面跌的Key Level 下面跌的Key Level 有一个我自己觉得都挺重要的 就是 16,350 你看到我在这里 亦都有一条 蓝色线 我们拔高一点 蓝色线 就是16,350 过往这几天 其实是不断在这些位置 16,350 在这里玩来玩去的 亦都会见到 在盘中上面 有一些时间 是 碰一碰过16,350 再弹回去 但如果大力插进了16,350 在短期的趋势 亦都是有一个向下延伸的形态出现 所以 如果你说要炒一个 1小时或者15分钟图的话 16,350 是一个挺重要的位置 但日线图上 16,350 不是说一个 很好用的Key Level 所以 16,350 是限一些 1小时 或者以下 级别的图表 去看看 始终 我们在3月份 暂时都没见到 什么大的波浪出现 让大家一些 再窄幅一点 或者低 Time Frame的Key Level 让大家先用着 好吗 在下面的话 都比较近的 就是15,800 至16,000 点 这些空间 15,800 至16,000 这里的正方关 会大约有200点的空间 不排除跌下去 也没有那么快 可以直接向下跌穿 上个月中的低位 就是15,400 等等 都没有那么容易碰到 所以理论上 在这个位置 会有些支持 变相 你会发现 在上方 16,700 分水岭 对应下方的Key Level 其实都比较贴近 就是说 今个月怎样炒 其实是很难炒的 简单来说的结论就是 变相 在日线图的角度 其实都不容易去做 因为在今个月的Key Level 限制了我们的波幅 所以你刚刚都会听到 我在过程上 不断强调 是要将交易时间去收集 甚至乎看一图表 是要压缩一点 好吗? 当然 如果在指数上找到机会 我们也可以想一下正股 最后再说一下正股 上方Key Level 就是怎么样? 万一它真的可以升穿 而今个月提升 17,000点是一个 冰家必争之地 在期权本路上 我们会很清楚 发现17,000点 无论是call 还是put 都有大量 极大量 极鲜明的 赌仔在对赌 即是17,000点 call有很多 put也有很多 换言之 17,000点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位 如果真的要站到16,000点 其实都不要那么兴奋 因为它直接上去17,000-17,200 可能这300-400点 就已经是一个短期的提升目标 上面再上行不行? 什么时候可以再上去 上面突破? 或者会不会夹到18,000点? 这件事 就要看看 当时会不会有更好的利好消息 去出现 所以它如果没有任何消息 然后直接帮你夹上去的话 我也觉得 不要那么大贪 好仓的话 17,000点 都要先吃点 甚至可能点1.17,000点 又回落下来 都还没顶 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key level的角度 另一个角度 就是时间的角度 我们比较少说时间 因为时间确实是难掌握一些的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用时间去判断17,000点 站稳的时机 那可能会对于后市 是有些帮助的 好了 我想说什么呢? 其实就是你可以当一个月 中开斩开一本 3月15日 OK? 3月15日如果之前 是上到17,000点的话 我相信是比较难去突破 短期内比较难去突破 但是反过来 如果那个价格在3月15日 即是整个月中打后 才开始站稳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 即是站稳在17,000点 不想不下 不想不下 而它出现的时间 在月中或打后 它是不排除 它会在月底 有一波1000点的升幅 就是换言之 它是有机会 再夹上去 第18,000点的水平 那当然 这也是一句 要配合一些好消息 我就觉得 是比较难自己去干夹的 明白吗? 如果它真的干夹的话 高柱不升寒 18,000点反而是一个 挺不错的做put的位置 对我来说 好不? 所以 你会发现 就算我在这里 万一miss了一个 1000点的升幅 反而可能18,000点 是有挺不错的 看淡的位置 这个我会留意着 时间性去居多 OK? 那你说 如果它不是要升的 即是向下跌 又或者是浮来浮去 浮来浮去 那怎么做呢? 会不会做两边呢? 两边的话 其实也不是不行 只不过 近期的IV 也不是那么高 IV不高的话 变相 令到我们的胜算 也不是那么理想的 OK? 那 但是如果你想真的想做的话 我自己就会这样看 如果要做的 可能是等它落到多一些 去到15000点 去到15000点 去到落到多少少 不要说去到 即 即 现阶做 比如说去到16000点 即15000点 我们就试试开一些 即我自己 会试试开一点 一些15000点 或者以下的 shortput shortput的角度就是说 如果掉下去的话 我接货真的不害怕 你問自己 萬一你現在在恆生指數 晚五點的時候有鬧貨 其實你是想要口貨還是不想要口貨呢? 如果想要口福的話 我們就可以想想 這個 Short Put 以便宜些接貨的想法 可能就會成立了 因為始終很多人說 Short Put 便宜些接貨 其實到最後碰到價格 給了貨的時候 你是可能不想接貨的 所以大家是要讀一讀 如果你真的要做 Short Put 的話 你到底是想不想接貨的呢? 而我自己的Case來講 我是真的想接貨的 換言之進可攻退可守 如果它向上升 我的 Short Put 會賺完所有期限金 但如果它跌到的話 那就開心了 繼續萬七萬五萬七萬五 這區的區間不斷在打頂底 希望可以長玩長有 最後就是看看一些股價圖 很多朋友都說 指數玩不到就看看個股 但是個股呢 我想讓大家看看 個股其實都不容易炒 特別是科技股 你會看看 昨天京東 要拿命地向下跌 列口低開就向下跌 跌了超過5% 今天就大大力夾上來 上去7點多 接貨8% 換言之 在股價上 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去玩的 特別是 這一類準備要出業績的股票 所以近來我就不建議 或者我自己 不會去怎樣賭業績等等 再看看另一隻 業績好又如何呢 業績好的2015 高開完之後 站穩不夠幾日 又列口低開 訂回來 補完整個列口等等 是嗎 這種玩法是比較奇怪的 比較清晰一點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衛來 衛來的成績 真的不是那麼好 虧損又擴大 但他今天夠膽死 他又不會跌 那即是怎樣呢 即是說 業績好的 他又會跌下來 業績差的話 他又不一定跌 就算事前我倒去業績 他列口低開 亦可以夾上來 這麼難玩的市場 我就覺得 不如避一避 好了 好嗎 如果你要玩的 玩回正常常的股票 譬如說 我們之前有提的 941這些 就升得英俊 843這些 他的 越形態 一路 high-high-high-high 這樣上的 其實都是一個 比較 舒適一點 以及比較 少 不確定性的股票 所以 減股上面 大家都真的要 找一些 容易一點的股票去炒 好不好 今天就到這裡 希望 3月份 我們的Key Level 都可以幫到大家 下星期 再見 你們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黎家榮 是有多年交易經驗的 全職Day Trader 現在每星期二 晚上10點半 都會在Boss My YouTube Channel 做直播 Day Trader 納子 我除了會在直播裡面 分享Day Trader策略之外 亦會實戰一槍 以最赤裸的方法 驗證交易策略 認通 逢星期二 約定你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